三多詐比就是大埔名物 五年前積極擴張開家民店 最高峰時期有13間店 直到去年的家民店相計倒閉 大埔現存的兩間店都是直營店 兩間店的老闆已經拆火各走各路 一當生意或者怎樣都好 就不是說好的時候就一起 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稍微沒那麼好的時候 就要分開 應該是共同進退 我們就問過幾個大埔人 都不是很清楚這兩間店老闆的關係 以我所知就是泰和那邊 那間是以前第一間來的拱店 這邊是分店 Ben哥在大埔北盛街已經開業15年 他是三多的創辦人 五年前他就跟原本是熟客 同樣都是80後的李先生 和另一個朋友Berry 三個人就夾粉在同區的美豐花園開了第一間分店 之後衝出大埔在元朗做外賣線 後來再擴張開了家民店 一年左右 只是家民都有五六間 我本身之前有做過飲食業的 可能他找我的原因是這件事 可能太心急了 這件事大埔我們多人認識 出到去可能很多區域都不知道 三多其實是甚麼來的 大概上年八月 其中有股東想搞自己的事 我自己就偏向想賺多點錢 我就沒有一個很偉大的理念 去做到這間公司的方向很遠 創辦人可能想做得好一點 膨脹公司 可能大家方向不同 創辦人也有問我會否接這間來做 只不過我這裡就不會再跟他工場拿貨了 我就自給自足了 我就自己接了這間來做 招牌可以用到完結合約 那接下來還有多久 完結合約 一年左右 一年之後就要改名了 是的 如果業主還願意繼續租 或者不加幅太厲害的話 就改名去繼續做 他還想繼續保留 他要唯一的圖片就是跟我做真材 如果我是給他做的話 可能我喜歡一些比較肯薄 有上進心的人 他沒有能力也好 或者財力不夠也好 即是說當時 借錢給你才做得 你是用心去做賺錢 我都有好處的 你做好一點做成我三多個招牌就響一點 不過我就賺不到錢 基本上他們那兩個我都是借錢給他們 我對一些年輕人有作為的 肯有作為的 我會是令眼相開 最後有沒有令眼相開 遇人不熟 不是說好的時候就一起 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稍微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就要分開 應該是共同進去 揭發了加盟這件事 但是始終可能隔了一段時間 都未營運到 其實我們是不清楚的 因為他是自負盈規的 正常來說全部都是中央生產的 很多人都在罵我 為何人每個做粉絲賺到錢 我賺到錢 拆了火之後 Ben哥就擁有自己的中央工場 和大埔總店 他還重新擴張 在領展旗下的商場開了三間加盟店 我們就聯絡過合夥人Berry和加盟店 全部都以不方便為理由來拒絕訪問 兩間店在公開政見立場上都有分歧 三多分店就在去年的6月9日率先把工表態 在店裡面當眼的位置都有文宣 而三多的總店就在去年10月被踢包貼有民建聯的海報 曾經被外界定為藍店 我表態的時候 它又沒有特別的原因 我自己接了這裡來做的時候 我只想著我自己 我所有言行都只對我自己負責 我本身沒有出來刻意說我們拆火 我覺得這些會越描越黑 離開吃東西的他們會知道 去年你們接了民建聯的海報 我對你們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來說是這個美麗的誤會 基本上來說 我在這裡 我是住本區的 幾十年了 往年都好 我都是任他們的 今年警惑性沒有那麼高 我沒有 全部都是街坊朋友 其實我們做生意 什麼都會做 我們是不可以去做一些 這麼突出的事情 因為尤其是是總店 如果我這裡是有什麼事 會影響外面的道路 即影響一些家民 沒錯 我賠不到給別人 因為我是總店 他這麼特別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這麼積極去做一些事情 就因為他跟我是沒有關係 外於種種的原因 我收不到招牌 其實可能他 基本上未必是喜歡三宗 受疫情影響 總店由過往入賣800隻 減到只有200隻 而分店就入賣240隻 其實數量都差不多 而兩間店舖的雞腿價錢相同 每隻都是30元 分店就不用中央工場供貨 那跟總店味道那些腿又如何呢 今次就請來兩位大埔友 吳師傅和大埔餵食友Lewis 品評下炸腿和滷水腿兩款 兩間店舖的炸腿都是生炸 那就要等15分鐘 如果你開頭可能你撈斷了 都是炸雞腿的時候 就未必有分得那麼透徹 我覺得不是情意結 我覺得都是總店的炸腿 因為它的炸粉沒有那麼厚 而剛才分店的炸腿 雖然過源都是一樣 但是那個粉皮是比起總店那裡厚一點 我就喜歡總店多一點 總店的雞腿 雖然那股也有股皮 但是薄一點 分店那個就硬身一點 比較厚一點 但是它的調味是一樣的 尤其你再喜歡吃脆口食物的人 都不想說皮比肉更大 總店成功一點 至於滷水雞腿 兩間店舖的味道的分別就更加明顯了 滷水還贏得多一點 這裏是有滷水的香味 一樣這麼滑 分店我覺得只有一個甜 就不像滷水 像豉油黃雞腿 滷水就有不同了 分店給我的感覺 不是滷水雞腿 而是豉油雞腿 而且很甜 可能是年輕人調教 總店有滷水味 那個香料不夠 我相信要升一倍才叫做滷水 但它的豉油味就沒那麼重 如果兩間比較 我是喜歡總店的 報真相 港人話 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 強勢登場 去到達了 多種人的公司 過了 岳父母 去到達了 45點半蘋果